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发姐 今天我要挖土豆了 你看这土豆的叶子都已经黄了 或者干枯了就可以挖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挖放在土里面 想吃的时候再挖也行 种植土豆大概在三个半月的时候就可以挖了 来马上就要见风小了 看看怎么样 叮叮喂好大一个好大一个不错不错 哎我里面见了两种土豆 一种红色的土豆一种红色的土豆 觉得这个红色的好啊红色的挺好 都挺大够的 挖一挖看一看里面应该还有 哎不错不错这个红色的这个挺大挺大 这个这么大的红色的好 种土豆最好选择这一种沙滋的输送的土地 才好 哎这里发现了一个土豆 跟小动物爬出来吃了你看 我本来还想留着它慢慢挖了 这都不行了 放在这里小动物吃 必须要挖了它了 哎再来看一个这个红色的好啊 红色的挺好 我喜欢这个红色的 又大一个 这表皮又光滑又圆又大 好饱满 好喜欢这个红色的 明年种多一点这个红色的 不种这个黄色的 肚子 토都已经挖好了 差不多挖了一个小时 你看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面很开心了 这么多土豆吃不完呢 就送一点给走连幼迪更开心 土豆是一种比较容易种植的农作物 基本上都不愿意怎么打抵它 就可以有土豆收了 有的朋友可能有点困惑 明明自己种的土豆枝黄叶茂 但是就是没有土豆 或者土豆很小的 那是什么情况呢 一般的情况下土豆是不用打枝打领的 如果您种植的土豆枝黄叶茂太过茂盛的话 那就要打枝了 不然的话它就会影响下面结块的营养成分 就全部供枝叶生长了 而倒不到土豆下面去 那就必须要控旺了 要给它剪枝打领控旺 控制它的上面的生长 把营养成分再虚伸到地下 让土豆结块长大 那我们来看看如何跟土豆打枝打领啊 那你看先把土豆下面这些翠枝翠芽 都把它剪掉它去掉它 不然它消耗更多的养分 也不能太早给它打枝 要等它开花的时候 差不多开花的时候再给它剪枝 就这样 你看下面简单光光的 这里必须再重新说明一下 如果您的土豆枝叶不茂盛的话 就千万不要打枝打领了 我这里是说是生长特别旺盛的 必须要控旺 要打枝打领的 由于我的土豆生长得很旺盛 枝环叶茂很粗壮的 所以我就控一下旺 把它修剪一下枝叶 经过我的修剪之后 收成还不错 土豆还挺大一个的 还不错 我觉得有必要困望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 再看看如何打顶 就是把土豆最上面的顶部 剪掉它 就叫打顶了 就控制它再往上面生长 把营养成分虚伸到地下 让土豆长大 好了 有关土豆的全部种植过程 和丰收的喜悦 都与您分享完毕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下次再见 拜拜